天气变冷,许多民众都会想要泡汤 而在太马里乡金伦村的温泉区 是许多南部游客到台东泡汤的首选 太马里乡公所则是借由温泉季的活动 和在地店家合作 只要到温泉区店家消费满300元 就可以兑换摸彩券 希望借此来吸引人潮 也为店家来提升买气 天气变冷,泡汤成了民众 喜爱的休闲娱乐 在太马里金伦村温泉区 相公所出了办理温泉季活动 更结合在地店家进行摩采抽好礼活动 民众只要到温泉区店家消费满300 就可以兑换摩采券 希望能够借此吸引人潮 也为店家提升买气 只要在金伦地区有消费满300元 就可以换一张摩采券 那我们这个它是用集点的方式 那个比如说你消费满100元 它就可以换一点 我们就希望用这种摩采送好礼的方式 可以吸引更多游客 就是来金伦地区消费 那消费的话 你不只可以泡好汤 消费完毕的时候还可以摩好礼 金伦村长则提到摩采抽好礼 确实能为店家增加收益 但也希望围起一个月的温泉机活动 若每周都能够推出不同亮点 可能会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金伦村消费 除了用这样子的摩采券的兑换来提升之外 如果可以在因为围起一个月的温泉机 如果可以在每个礼拜六都有一个活动来吸引大家的话 其实这照我们比较更期待的 消费兑换摩采券的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明年110年1月3日 而相公司也在金轮火车站前 派专人协助游客兑换摩采券 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前往咨询 这讲解泰马理想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